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各位网友 今天有三张纸 应该要讲很久 我尽量讲快些 因为都很interesting 我早两天讲了之后 最近网上疯传 他说一个自称的女美华人 Tom 就爆料 他说奇人王恩庆 曾经有过这个预言 我先讲答案 这个其实应该 我所知也是离世前 最最终的几个预言 他说2026年 X国变天 X国变天 有五火星 啦啦啦啦 那五火星代表什么 我们一向知道 代表什么党 有什么工人阶级 有什么资产阶级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城市 有什么东西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 他说不是的 奇人说 五火星 是代表五个头 第五个头 那颗星是挖墓人 挖墓人 自挖墓 所以没有 没有第六个人 没有第六火星 啊 2026年 首先我们要数一数 哪五火星之前 吴卖 邓 邓 那他真的不算 華峰 那些 小平 就是 赵阳 阿虎 阿虎 阿虎仔 如果要那些 就是江 是吧 大赤江 是吧 西重湖 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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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五火星 是 是 是 所以 第六个人 是没有的 finish 哪天 2026年 何可人下 王恩慶 有多厉害 我们先看这个王恩慶 王恩慶 来自黑龙江 五大年辞世 1990年 因为出色的寓言能力 在北京高官圈里面很有名 大家搞清楚 在那时 好多神棍 喜功神棍 将他引战到北京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前北京民联副主席黎晶 不是黎晶 是黎晶 另一个是著名学者 何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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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是全国政协的专职委员 就是全国政协委员 那不是很厉害 我们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有 常任委员也有 这个不算很厉害 黎晶是1997年过世的 但在2018年 就是因为何鑫和黎晶 分别写了关于黎晶的回忆文章 所以他的故事 就在网络上传出来 这一段时间 因为这样的形势 就突然又被人抄出来 黎晶 刚才说过 前北京民联副主席 原来曾经担任过 这个五大廉池的市委书记 1990年 他刚刚上任 就听见当地 有个半仙 王恩庆 王恩庆其实在 这个 乡下 五大廉池那里 这个事 他本身是做农民的 他说 关于他的事 离奇好像神话那样 一开始 他都当是茶余饭后 八卦用来听 但是不久之后 一樽离奇的车祸 就令到这个王恩庆 真的令到这个王恩庆 王满先 有些刮目上看 黎晶当时 手下有位副市长 姓王的 他老婆是司法部的副市长 那次呢 王夫人回娘家 遇到一些麻烦事 他就去找一下王恩庆 尋求化解之法 谁知他一入门口 王恩庆就跟他说 你梁家那些小事 不用理的 但是你最近就有一个大劫 在哪月哪日 其实是那个月 千万不要出门口 怎样都没有出门口 你避过这一劫 你梁家的事 都会引人疑解 因为他的焦点 就不是梁家那些事 好了 王夫人就没什么太在意 回家 但是都说给老公听 那王副市长呢 即是黎晶的手下 就站在审里面 日子快到了 OK 他就半开玩笑 跟老婆说 他就请我假 不要上班了 谁知呢 王夫人呢 就在那时 就接到地区司法局的通知 要去黑河匯报 做匯报 那上面的命令 你就不能不去 是吧 于是乎呢 他叫司机去黑河 他开车小心些 因为为什麽呢 就是都是 没有人说牛事 我说的你会认不住的嘛 谁知道呢 去完没事 开完会 回来的时候呢 你真是猜都猜不到 竟然发生呢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 追撞的车 多车追撞 即是后面后面 后面再撞 后面再撞 后面十几架车 它是最前那架 反而去到尾 谁知道就被推了出山崖 滚了下山 OK 那 那 算是没有人好笑 真的 后面撞车的那些人 是 他最前那架 滚了下山 他 扔了 司机都没有笑 好了 这件社当地 全都沸沸扬扬 那黎晶感觉到 嘩 这么严重 于是乎就找 王副市长去聊天 即是他老婆走 叫他不要乱说 谁知道呢 一找王副市长进来 就都承认说 不是 是真的 但王半仙 你这样跟老婆说 我一叫我老婆 不要开工的 那天 哇 黎晶呢 都仍是觉得无法相信 但是呢 是不是这么巧啊 德国呢 去到这个时候 就不是当 听听王恩庆的事呢 就不是当是 就是茶余饭口了 开始深刻印象了 嗯 就先说半仙半仙 好了 王恩庆很神秘的 他的来历 不是很多人说得清楚 大家只知道 会从小到大 会认识的 傲聋的 家里很窮 平时呢 有时都会和那些乡民 随口 只能一意 也都不收钱 开始的时候 从小到大 他旁边左右 就没什么留意的 但后来发现 咦 为什麽这么多 于是乎 关于他的故事 就越传 你知道呢 你又加点 我又加点 你只是在八九年年头 他说 哎 领导人要走了 真是可惜 对吧 然后 今年有大事出 大家 不是他不能叫人上 北京当时是全国运动 大家真的要小心 出大事了 今年 于是乎 过之前 你不会有事 之后 人们越来越觉得很神 好了 呃 王一 他那麽神秘 又不收钱 大家 后来发觉 咦 说话 那麽靓 当然 越传越夸张 就差点 吃七碗饭 屌你 可以飞天 院里面的警局 得知这些时候 就开始觉得 喂 有没有那麽奇怪啊 尤其我们的背景 就是90年很多神棍 也都怀疑他是神棍 于是派两个便衣下去 喂 逗一下他 看看是什麽 那两个便衣呢 好了 带着一些钱 禮物 就去找一下王恩兴 就说 喂 啊 师傅 想找你指点迷津 那麽其实呢 如果他一收那些钱 一收那些禮物呢 就可以拘捕他 我不知道大陆什麽法例 可能大陆是不准 你知道啦 是无神的嘛 不准这些东西 怎知王恩兴 一见到那两个 他都未出声 就说 你们来抓我嘛 走吧 我跟你们走 但我没有做我犯法的事 就搞到那两个便衣 很尴尬 好了 两个便衣 回到警局 警局的领导知道之后呢 亲自登门拜访 结果呢 警局那一呢 和王恩兴呢 就很合谈 后来做个friend 好了 好了 后来附近監獄呢 开始了 喂 听见王恩兴有这样的特殊能力 特殊能力呢 于是乎就找他回来帮手 找逃走的范人 王恩兴呢 就说 喂 其实所有事情都有数 我不可以这样跟你说 这样可以有为个数 但是那些这样的 警察说 不是啊 师傅 你要知道啊 那些人杀人放火 你强奸十二岁的女生就这样 那样的 于是王恩兴答应帮手 通常他就说 那 向哪个方向追呢 那 其实就是这样 已经很够了 OK 好了 现在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有一个监狱一位主管 来拜访黎晶 来拜访黎晶 现在记住一下 不是拜访黎晶 拜访黎晶 就说 喂 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是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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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恩兴叫我们这样 于是 就真的 就是这样 哇 黎晶听完 都还是半信半疑 但是对王恩兴的兴趣 就越来越大了 于是 他就派了个年轻 叫做小藤的 他去找找这个王恩兴 那 小藤呢 现在有成年有名的姓 叫做 藤精浦 现在 2024年 都还是这个 辽宁省作家协会的主席 嗯 藤精浦 藤精浦 小藤找到王恩兴 就说 喂 你可不可以和我山东 我乡下的亲戚 推算啊 運程啊 就拿个纸条出来 上面有黎晶的八字 那样 王恩兴 接过纸条 看一看 他就说 什么亲戚啊 这个摆明是我们市委 黎书记的八字 那 那我觉得这一点 不太怪 可能去研究过黎书记 咯 但其实同年同月同日 也都不奇怪 小藤一听 杜虎有何良心想 难道 喂 瞧你了 你真正遇见了神仙 于是必功必敬 跟王恩兴说 喂 那你可不可以说下 我 和我说说黎书记的前途啊 王恩兴就笑一笑 天机当然不可笑头啦 如果要说的 我都是自己会和黎书记说啦 小藤呢 当然回来就回报啦 哇 一说到这样呢 如果你是黎晶 你会怎样呢 喂 你老母 不是啦 你又半信半疑 去到现在这样 就要亲自拜访啊 这个半尸 喂 现在几点啊 几点啊 几点啊 那也好 说过去吧 要不然我打算 sharp cut 就吵你了 那些好似的 好了 一去就见到 王恩兴 当时1990年 五十岁左右 清秀 OK 没什么特别的 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 大众念啊 所谓 两个人见面后 都没什么寒圈 就直接入主题了 王恩兴对黎晶的个人情况 如数加增 包括一些丝密的情况 那些丝密的情况 那些丝密的情况 就不是说你的八字看得到 那些丝密的情况 譬如你说的床柜下面 竟然有个什么什么物物 那你是不是养鬼子 还是怎样呢 令黎晶呢 就目定口爱 那当然啦 最重要的就是 黎晶关心他的前途问题了 王恩兴说 属于我的直言 你再做得好 都不会在这个省 得到提拔的 所以在三年之内 你一定要举家南迁 好了 黎晶老家在北京 当然是造知青尼黑龙江的 他在当时黑龙江都觉得挺好的 也都没想过要回去 但是王恩兴说完这件事 之后呢 发生了一件事 他觉得挺不公平的 这里没有特别事 有什么事 一时忍不住 就来跟新尼的上级 令到闹回了 好了 喂 跟新尼的闹 喊了架 当然没有人走 所以他心里就很温滑了 在这个时候 王恩兴就来安慰他 他说不用沮丧 他说过两天 北京会有人来 叫他好好招待一下别人 好了 那北京里是什么人呢 就是由先我说的那个 在后来都有写 关于这个王恩兴回憶录的 何新 不是何新 何新 好了 在何新帮忙下 在北京里呢 黎晶果然 三月后呢 就调回北京 那如果用黑龙江去北京 就是南迁的啦 雖然北京是北的 但是你可能说是北的嘛 去南迁 OK 王恩兴预言又应验了 臨走的日 是不是 就是黎晶臨走的日 王恩兴走来送灭 在黎晶手上面 塞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最终归足是文矮 OK 好了 黎晶回到北京之后呢 最后果然是弃正从文 成为一位作家 刚才也说过 他也说了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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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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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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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 作者协会的作者 OK 好了 而何新呢 也都因为这件事情 就跟王恩兴结完的 那天呢 其实他呢 何新呢 他去五大延迟呢 是纯属临时 起疑 即是没有说 没有说我都要 plan定 只不过考察途中突然间 不如去五大延迟走一趟 也都没有通知当地的官员 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入到 五大延迟市 那招待所呢 就有人迎上来说 喂 我们黎书记在等你很久了 何新就非常差 咦 你为什么会有个黎书记 知道我来呢 黎晶就說 後來坐下聊天 書記為何會知道我們 我們這兩個高人 能知過去未來 這一次 剛才說回來 亦是何生第一次去拜訪王恩慶 王恩慶看到他就說 你不是平常人 應該是經常出入紫禁城 當時在場的人當然很害怕 你所謂未到北京 不知道觀戴 很多時候 黑龍江大連磁士 也不知是甚麼 戴磁鏈 上去 原來真是狗也不是一隻 竟然出入紫禁城 當時在場的人都很懷疑 於是乎 賀申和王恩慶 關門很久 賀申邀請王恩慶去北京 王恩慶就說一句 多謝你 遇到你 我天門開了 不過 那個可能是地獄之門 地獄之門 我遇到王恩慶跟賀申說 多謝你 邀請我去北京 遇到你 我天門開了 不過那個恐怕都是地獄之門 當時是不知是說甚麼 好了 直到王恩慶死了之後 他進入味道 回到北京之後 賀申就安排他的朋友 徐榮祥 接王恩慶過來 由於徐榮祥是醫學界的傳奇人物 因為他發明一隻燒傷的藥膏 可以令病人很快傷口好 而且沒有留下疤痕 所以在醫學上都是奇蹟 賀申的右手曾經三級燒傷 三級應該是最嚴重的 醫生本來是跟他做手術的 但手術後有疤痕 可能會影響右手的功能 而最重要的是他家裡沒有錢 但後來他的手勢被徐榮祥 徐榮祥用十元的藥膏醫好了 也沒有疤痕 所以徐榮祥自此之後 就成為何身的莫逆之交 好了 遇到王恩慶那時 徐榮祥原來正正是 官先前身的時候 很多煩惱 王恩慶跟他說放心吧 所有煩惱你會過去的 他說以後 中國也都留你不住 你會很落著死去的 跟他說 1996年 徐榮祥果然離開中國 他有美國發展 而且發展得很好 只不過 去到2015年 那時已經十八十歲了 就是1996年去到19年去後 徐榮祥吃東西的時候 因為顧一邊聊天 一邊開懷大笑 結果被食物捧死了 所以就是 應了王恩慶當年那句 他會落著死去的 這一件事 其實是很多年之後 但是由於 其實去到北京之後 也有很多語言 所以令到賀辛 因為徐榮祥和賀辛是朋友 王師傅說我這樣 就是笑話一側 但是當他在2016年 在美國過世 這樣過世 那個消息 傳回賀辛的二邊 賀辛的二邊 賀辛的二邊 賀辛 他覺得太神奇 而又耳聞目睹了 在那十年八年 那幾年去 北京的語言 就更加覺得這是神人 所以後來還會寫這件事 好了 當時其實王恩慶也準確預言了 雙聲界的泰斗 侯寶林的死 所以其實在那個年代 九零九一的時候 他在北京的達官桂蘭圈子裡 也很出名 侯寶林的兒子 這個雙聲界是泰斗 侯耀文也曾經去拜訪過王恩慶 侯耀文是郭德綱的師傅 郭德綱的師傅 郭德綱是什麽 我們當然不知道 郭德綱看見王恩慶就不認識他 就打算玩下去 他說 你知道那是什麽的 他就做上升 郭德綱就說 你不就靠舍子吃飯 靠舍 口 侯耀文說 那你能夠看出什麽 王恩慶看了他兩眼 他說 那件事你別不開心 他說 你快要去大校 準備好了 老人家過了初一都過不了三個五 原來那時候 侯耀文的老爸侯寶林 就是上星太太太 已經是彌患貴癌 大年初一上 大家在電視上看到 那時候的春晚 都晨色不錯 紅光滿面 賀新一邊看電視已經在想 黃老頭這次預言 恐怕不明 為什麼呢 你預言 侯寶林 過了初一過不了三個五 但他們說 好啊 那些陳世 三個五就是十五 沒問題 誰知道 正正是 正月十三 凌晨 侯老先生忽然死亡了 好啦 吊起兩尾 那你在賀新來講 就實在有去 深血內潮 去見黎晶 黎晶說有個高人 開始 一單就一單一單一單 親眼目睹的東西 這個是奇人來的 這個後來很快講些 黃恩慶的明星很快傳開了 傳到香港了 香港有個老闆 我不講鬼姓了 不然大家會猜到是誰的 就去訪問他 黃恩慶就說 你先過端午先 你過端午先 你過端午先 因為端午節 在一道門 你過了 下半生一生送聚 過不了就會病死 說到這樣 說到這樣 端午那天很快到 一直到天黑都沒有事 黃恩慶很開心 晚上就在附近一座廟裡 找主持聊天 沒有想到 因為那天過節 廟裡 香房好吃 香牛錢 有小偷來偷香牛錢 警察上門查案 於是 就發覺 小偷很害怕 就把大門鎖住 不要讓警察進來 黃恩慶就打算走 要鎖住大門 要鎖住 就走到後門 因為黃恩慶也很熟 這個廟 所謂的後門 其實是後院 裡面有個洞 也不是九洞 大一點 也有這麼大 烏身就過了 黃恩慶因為很熟 只有一個洞 可以鎖過去 就鎖進去 怎樣鎖進去 一出去 就被外面的警察保安 開槍 沒有開槍 獨打一頓 因為為什麼呢 但你又不怪誰 因為你鎖進去的洞裡 又少偷 人來的 又不能進去 突然又鎖進去的洞裡 又出來 不如分說 就讀假的 這樣呢 就打到去 鎖進去 樓下內傷 所以 怪不得誰 你晚上這樣偷走出來 不是拆人命 好了 黃恩慶沒有說話 沒有怨 是命來的 送到醫院之後 他竟然拒絕住院 又拒絕動手術 回家住了兩天之後 就過了身 是黃恩慶 即是說 他說過了端午先 有人找他 那個老闆來找他 過了端午先 我們都以為 咦 是否老闆有事 叫他過了端午先 原來有事 似乎是他 咦 他臨尾 他亦都沒有住醫院 亦都沒有拒絕動手術 樓下衛言 就說自己平身洩露天璣 該租天罰的 很多那時的高官 都說要幫他 包括黎晶 和何欣那些 但是他都拒絕所有幫 他只是 跟何欣說 以後 不要特別關照我家人 讓他平平凡凡到過 而 當中 何欣在回憶裡面 他說 最奇異的就是 很多事情 後來都靈驗了 何欣說 後來很多事情靈驗了 那篇文章 是沒有 mention到 他說2026年 會有變天 五顆星他沒有說 但是 在網上 有一個叫黎晶 就是 回憶裡面 講過這件事 何欣在下面 就是現在互聯網 六七十歲 十八十歲 互聯網 留言 沒有反駁那件事 只是說 黃師傅 之前的語言 很靈驗 之後的靈驗 不知道會不會靈驗呢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2026 第五代 他掘墓 指掘墳墓 災墓 第六代 就變天了 但是下面的人加上去 不知道 那你永遠都是的 你講講一下 什麼的 各位漢官 你們不要怪我 我也沒有加 沒有添一言 也沒有添半語 我都只不過是 醫書直講 那你說會不會加上去 有這個人 但是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那大家 喜歡聽的 就聽聽 那 2027年 就是赤馬洪洋 好像是 2026 好 大件事 很快 很快 明年二五 現在九月 用什麼 所以各位網友 大家上來支持 給你頻道 等我 挖著挖著 這些神沙 要去避一避 明年要避 好 上來買東西 星期一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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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